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近日在網上最多人說的就是中東王子和搭雞鵬 兩者就不應該混在一起,是不是真的是雞鵬來的?不知道,五月就自有分曉 但是什麼叫搭雞鵬呢?有些人很簡單地說,搭雞鵬就是騙,是一個騙局 其實比騙局複雜很多,打麻將也可以騙,打啤牌也可以騙 但是搭雞鵬要經過很長的時間,也要觸觸群眾的心理 原來遠古時代已經有搭雞鵬,究竟搭雞鵬有什麼歷史典故? 還有一件事想說中東王子,原來中東王子就不是杜拜來的王子 原來香港也是一個中東王子,有人跟他加持 究竟那個是誰呢?待會回來再說 NOT VPN除了可以隱藏你的身份和保護你的私隱之外,還可以打破地域的限制 例如在網上看串流影片,Netflix 用了NOT VPN之後,不同地區的電影和劇集都可以看到 又例如限定某一些地方才可以玩到的網上遊戲 用了NOT VPN,無論你在什麼地方都好,你都可以玩到的 在網上訂酒店機票或者買東西,用了NOT VPN 你身處何地都可以拿到不同地方的折扣優惠 NOT VPN是一個戶口可以有六個設備一起使用的 一家大小都可以用到 用底下這個網子,關鍵字是SAMNGX 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了 訂購兩年,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如果不滿意的話,可以全數退款 挺好用的,不妨試一下 講起中東王子這一筆一定要說 大家最近也有一個名字本來不太懂的 在網上很紅的叫沈運龍 原來2019年有人寫了一個傳 大家都知道這個作者叫做屈大作家屈榮賢 那本書的題目叫做 由劏房小子到中東王子沈運龍 據新聞稿的介紹,因為在書展裏做新書發佈 記錄他前半生在中東奮鬥的故事 雖然是出身自劏房家庭 但並無贏在起跑線上的先決條件 但憑著膽識和開創精神 40年前沈運龍獨廠沙特阿拉伯 成為一帶一路的先鋒 不少網上介紹他都是一帶一路的先鋒 說他透過親身的經歷 鼓勵年輕人放眼世界 把握一帶一路的機遇,不作自限 然後就是屈大作家跟他寫的 新書發佈會 除了邀請到作者屈榮賢女次讚寫之外 多位重量級名人 次推薦罪包括 國家領導人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先生 看到在網上 也拿出一張照片 真是升降一升 除了國家領導人 黨國領導人梁振英先生 還有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良 職業訓練局主席鍾智平 然後就應一帶一路國際合作中心的邀請 在中東接待香港的中學師生 梁振英有說話 由劏房小子到中東王子一書描述的經驗說明了黑虎立志的重要 亦都說明了到處都有新跑道 沈運龍先生的勇氣和奮鬥是新一代香港青少年的榜樣 同時都為新一代香港家長打氣 厲害 這本書 這本書 我不知道賣成怎樣 總之就怎樣也好 還有一本的轉 但是跟別人寫轉 香港也有幾個作家 有些就很有名 譬如屈大小姐 屈大作家也有名 都跟別人寫轉 寫轉 是很豐厚的收入 最近有一個KOL也跟別人寫轉 跟一個左派的YP仔 就是那些青少年返 也寫轉 他都說我有收錢 寫轉是可以收很多錢的 看看對方 是不是一個有錢人 沒有錢的跟別人 學什麼人出傳記 傻的 你都 好了 那就 除了她說沈運龍 最近就出來 是第一個反駁 這些網上的Youtuber 說人家搭雞鵬 說人家是騙子 即是說中東王子阿里 他有沒有騙過香港一號子 對 人家是懂得唱歌 唱末里花 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不單是會唱普通話 還會唱阿拉伯文 阿拉伯話 菲律賓馬 很多都懂 人家是熱愛唱歌 有什麼問題 你無端的說人家搭雞鵬很難聽 但是什麼叫做雞鵬呢 我說得明白 我沒有結論說他搭雞鵬 也沒有說 樂結論說他是騙子 我經常都說 人家可以很多重身份 既是王子 又是歌手 又是審計 那些政府部門的審計員都可以 做王子做歌手 做審計員都可以賺錢 都可以有五億 都可以投資 你為什麼這麼快樂結論 這些人 不要這麼心急 等到五月 好不好 不過我想說這個雞鵬 其實很久歷史了 什麼叫雞鵬呢 很多人就將它簡化成為一個騙局 騙人那些 但是你要做這個騙局 就比出千呢 是難很多的 要醞釀很久的 如果有些人說 不是穿著符 他說 地球上面 地球表面上面 地表上面 第一個雞鵬呢 就是可以去到 一六四幾年的 就是他們現在 他們現在多少 2024 就是四百幾年前 五百年前 一六三四年 什麼雞鵬呢 屈甘香雞鵬 那麼當時呢 屈甘香 大家知道 就是荷蘭的 就是 這個 很重要的一個 就是作物 叫做 是不是 那麼原來呢 就說屈甘香當時有 鄂圖曼的 鄂圖曼 就是 引進屈甘香 那麼經過有很多的 就是改良之後呢 覺得 哇 就是越來越正啊 這樣啊 那麼當時呢 就是 這個荷蘭呢 就 據悉 屈甘香的發源地 是天山和 鄂圖曼的 土耳其帝國擴張之後呢 就發現了屈甘香 哇 靚到不得了 那麼 土耳其人呢 攻入了這個 伊斯坦堡 就是君士坦堂堡 就做了一些宮殿 那然後就 就開始培植 屈甘香 改良品種 於是呢 將屈甘香 就畫在 畫上面啊 在服飾上面啊 這樣啊 然後就流去歐洲 十六世紀的時候 流去歐洲 廣泛流傳 那些人就越來越喜歡了 那些人 造成這個屈甘香狂熱 那 就 說 就是 很多人介紹的時候 開始有這個 投機分子加入了 那一六四三年 一六四三年左右 屈甘香大受歡迎 引起投機分子的目光 那他們呢 就是對於 栽培屈甘香 我看遺跡的 還有賞花是沒有興趣的 是為了控台呢 這個價格取得利潤的 而已 屈甘香受歡迎的風氣呢 就一直傳到歐洲的城市 阿布斯特丹 於是呢 需求呢 日漸擴大 這投機分子 有計劃這樣 行動 怎樣有計劃這樣行動呢 就是 有為一摘千金 甚至呢 是超過一個高級品種的 球根 屈甘香 英國很多的 就是這個 春天來 就很多賣的 在這些花圃 超市都有的 一個高級品種的球根 交換了一座 一座官底 一座豪宅的紀錄 那當時呢 是用高價 怎樣用高價呢 就是 用稱的 一個叫做 ASS 一個ASS 就等於0.05克的單位來計算 最高級的品種 然後就 次級的品種 就是逐個來計算 有一本書叫屈甘香狂熱 就說1636年 一波價值三千荷蘭盾的屈甘香 你知不知可以換到多少東西呢 八隻肥豬 四隻肥的公牛 兩噸奶油 一千磅乳酪 一個銀製的杯 一包衣服 一張富有床墊的床褥床 再加一隻蒜 很厲害 那些人在這裡傳 有人一擇千金 用這麼貴去買屈甘香 於是大家狂熱起來 紛紛用貴價去買屈甘香 有些普通人什麼都買了 開始 沒有錢 那怎麼辦呢 買一些便宜一點 普通的民眾都買 越買就越多 越炒就越貴 以前就搞了一個什麼呢 就叫做期貨交易制度 期貨大家知道就是買 以後那些 譬如說買 明年四月 明年五月去交付的這些金球 就給你一張紙 說你會拿到的了 四月就拿到的了 這樣 不只是用現金的 還可以用實物來交換的 最後大家都知道了 沒多久 那就價格暴跌了 第一批那些 就賺很多了 你買期貨 找張紙 你可能一路這樣去炒 一路這樣去炒 最後呢 暴跌呢 就變了一民不值 剩下 這個說什麼 高峰期呢 剩下百分之一 這樣 那麼這些泡沫呢 這些這樣的 就是 搭完雞鵬之後 賺了第一層的人 當然是投資夭夭了 拿回來 成為廢紙了 這個可能 是地球表面上的第一個雞鵬 就是屈 金香狂熱 是不是呢 很多人都討論這件事 各位有識之士 你可以告訴我 這個算不算呢 這個比較遠 說近一點的 近一點的雞鵬 有很多的 譬如大家看金手指 佳寧事件 很精彩 梁朝偉 劉德華 劉德華的演技好些 劉德華 做回劉德華 其實那時候都是一個雞鵬 一個在大馬 就是要淘債的 可以這樣說 來到香港的人 他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就是自己的身份 怎樣 拿第一塊錢的時候 都是假裝鬼假裝馬 是吧 慢慢就變成一個 就是超級的商業王國 不停地買東西 譬如買一個 就是在英芝 這個機構 他們說要走了 是吧 去買下來的一個大廈 買下來買 究竟他是不是給錢呢 是不是給足夠的錢去買呢 不是的 其實是一個雞鵬 來的 說買 說而已 說買 然後就說轉手 於是呢 就令到自己的股票 爆發聲聲 哇 這麼厲害的 這個人 於是又搞很多 這個餐飲 的士 運輸 等等 全部都是用來 把自己的股票上去 一個轉手就賺很多錢 這個都是雞鵬的一部分 那麼 香港真的是國際雞鵬之道 學了這些 雞鵬是很容易做的 其實 我這裡也說過 就是不要說佳寧那麼複雜 先 現在買樓都會是這樣的 一些的地產商 市道好市道不好 他都用這個方式 放百多個或者幾十個單位出來 然後就 找一個名門 所謂的有錢女人 當然出名了 人家認得他 去現場走一個圈 然後有買沒有買不知道 不過放消息 純粹放消息 那些地產版的記者 或者專欄作家 又陪他瘋 不是陪他瘋 可能有利益 不知道 然後就說 這個名門就掃了 掃了十棟 或者掃了五棟 嘩 億億聲 這樣 就是下訂了 這樣 於是 推第二批出來 我說市道好的時候 就加價 然後就說 很多人買 那些投資者 入市 證明後市 好 那些人就湧入去買 這些都是雞棚 他有買 沒有買 不知道 有沒有落訂 不知道 最好是怎樣 不知道 沒有人去深究 搭給雞棚 引人入口 就是這樣 加鄰案也是這樣的 是吧 拼命拘捕股市 傳出很多消息 說 這個股票 我們會 放得上去多少多少 大家買 於是 就不買 早前的 加密貨幣的騙案 JPEG 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一個雞棚 找一些名人 效應出來 很多艇仔 幫他宣傳 我又買了多少 我入了多少 我又賺了多少 不要只是 那些加密貨幣 你放些錢 在我那裏 我幫你炒 很快就回幾回 這就是那種雞棚的方式 很多 香港其實 你不要只是香港 全世界這些 所謂的騙案 就是說 由屈甘香 開始 到這個雞棚 到這個JPEG 到這個JPEG 效應的做法 有投機 炒賣的地方 都有雞棚 所以 不只是香港 是雞棚 之道 很多地方 香港也有很多 我看到有些 無論什麼界別 都有 商界 也有 學術界 也有 KOL界 也有 很多人在搭雞棚 賺錢 錢 大佬 不賺 百不賺 有機會 讓你去搭雞棚 為何不搭 可能會有錢 我看網上 有一篇文章 我覺得挺過癮的 叫做打工皇帝搭雞棚 已經是2017年寫的 《青島日報》 我覺得這也是很典型的 一種雞棚的技術 雞棚就不會 不會擺明欠你 那時2017年 香港還好 對不對 屈金鄉 他說到屈金鄉案例 都是雞棚 怎樣叫做雞棚呢 很簡單 吃大陸的水 真的很重要 我在大陸很多路 認識很多有錢人 大陸有十四億人口 每人讀口水都會浸死你 大陸市場這麼大 每人拿一元出來都十四億 大陸 有這樣的招式 這招式是甚麼來的呢 很簡單 他跟你聊天 他說那些雞棚佬 最厲害是銷售基金經理 開投資推介會 很多投資推介會 加上貨幣也是 然後找一個人來 我熟悉這個市場 很多人買的 大陸很多人 你知道錢 就不見得光 但是他都投資在我那裡 那些基金 我幫你賺 我會幫你保密 心不可測就是這樣 他說雞棚佬 推銷這些東西 就是 必定是穿意大利西裝 帶名標 他都駕駛車 好似伶俐 中英文普通話 很棒的 然後 他舉個實例 這位作者 他說 有個剛退休的打工皇帝 休哉猶哉 不做了 打哥爾夫球 和老婆去日本旅行 但是有一個 上市公司的主席 打電話來 出來見一面 很久沒見你 聊一聊 五星級 那時候就說 你就退休 你就上岸 賺夠 不過想不想繼續 不用怎麼做 很簡單 我有條線 有條線 那他的錢 很多 很多有錢 那些錢可能是 你不要問他哪來 成百億 那他都要投資 有個出路 那我呢 就讀一條 可以吸引到這筆錢 不過就是這樣 因為你出名 那些人相信你 那不如這樣 你就搞公司 找你以往那些 和你打拼那些 和你打江山那些 就是伙記啊 兄弟啊 兩年而已 你幫他想些 投資產品出來 就可以吸引這筆錢 賺不賺到錢 不重要的 總之你搞到有聲有息 就可以了 我有錢可以虧的 沒問題的 你偶爾會出去說說說 在媒體出現一下 迫到來士 有個知名度 內地那些 不知道的 他看香港這些名人 他做這些事情 他就擺錢下來 你又有 江湖地位 又有知名度 別人又有識理 落答的 這樣 這樣就繼續 跟他說 咦 那怎麼辦 我筆怎麼計 你沒問題 我呢 你的身價 我知道 一年一千萬 我預算給你兩年 即是給你二千萬 拿出二千萬的支票 然後你的兄弟大概五到七萬月薪 請他兩年 二億 用完沒問題 我要的就是一個漂亮雞棚 OK 於是 大家一拍即合 雞棚 搞定 就可以吸金了 這個算不算一個騙局呢 當然你要騙局 所謂在法律上 你要動到他 拉到他才行 拉到他 譬如有些人 放了錢下來 不只是吸引有錢的錢 譬如他承諾 譬如JPAC 那些承諾 高息 很高 十幾厘 放在銀行 只有幾厘 現在放在那裡十幾厘 或者二十厘 他有得有識派的 為什麼有識派 以前有很多 什麼騙局 外國出名的騙局 你放夠錢下來 我是有識派給你的 但他的利息在哪裡 他的利息不是拿夠錢 哪裏有20厘 十幾厘 他的利息就是 吸了其他的資金 進來 就派息給你 他拼命吸資金 不停地吸資金 不停地有識派 你會覺得 嘩 這麼厲害 真的有識派 派了第一期的利息 真的有給我20厘 15厘 於是我就再放資金下去 繼續 你放的資金就派息給別人 那你越擺越多的時候 就不停地 越泥越多越滾越大 就是不停地有識派給你 直至到資金鍊斷了 那些人發覺有問題 為什麼這個月又派不到識 那個月又派不到識 然後這個騙局呢 然後這個雞棚 才倒過騙局 才被人拆穿 不怕救 最重要是受 其實 這個世界 不單是香港的 是雞棚之刀 全世界有炒賣 有投機的地方 都可以是雞棚之刀 那問題就是 有人說 喂 現在都沒有騙過你香港一毫子 你為什麼說人家是騙子 說人家搭雞棚這麼難聽 那問題的關鍵就是 究竟這個王子是不是真的王子 這個王子 會不會不單是提防 騙子要提防王子 我都說我未有結論 但是我講過那個 Bill Gates女婿兼 世界銀行的 這個副總裁的故事 大家都聽過 不如我再講多一次 是吧 有一個爸爸 就跟兒子說 我找了一個好女孩 不如你跟他結婚 他兒子就說 爸爸 什麼年代 你要我盲婚瓦 不是啊 他是Bill Gates的女兒 有得想啊 於是就去找Bill Gates 這個爸爸很厲害 我有個好男孩 介紹給你的女兒 我女兒沒有打算結婚 不是啊 他是世界銀行副總裁 有得想啊 於是這個爸爸又去找世界銀行副總裁 我有個年輕人說 非常有為啊 很聰明啊 我推薦呢 去做這個世界銀行副總裁 就找一下總裁 那總裁 總裁就說 喂 我這裡很多副總裁 不需要啊 不是啊 他是Bill Gates的女婿 來的 有得想啊 於是最後 這個世界就多了一個 做Bill Gates女婿的世界銀行副總裁 這個就是雞鵬來的 其實什麼都沒有的 本來本來是零 什麼都沒有 但是變了有兩個身份 那這位王子究竟有 最關鍵他有沒有五億身家 唉我不管你 是不是五月禮 我不管你是王子 還是什麼 最重要有沒有五億 拿出來搞家族基金 是不是 家族辦公室 這個才是關鍵 那大家等一下 那這個雞鵬的歷史就說到這裡了 那大家 有什麼意見 有什麼留言呢 有什麼看法 可以告訴我 在下方留言 除了留言之外 還可以 like share subscribe 聽廣告 按鈴鐺 全部 就有新片相片 就會告訴大家 聊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Patreon 和心靜有快的頻道 多謝你收看 再見 那太多了 說得 terrible 那天 心靈有快的是 解釋 很綺癖 好 小清潔 看到小清潔 9 好 那天 待多了 那天 我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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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